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为我们的Datapeak 编写一些静态的样式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CSS文件 叫做style.css 同时在head中引入这个CSS文件 style.css即可 接下来我们对应着我们的结构去编写样式 将它设置为不换行 这样方面我们看得更清楚 首先为我们的最外层的结构 UI Datepeaker Wrapper 编写一个样式 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宽度 我们这里拍脑袋订一个240像素 然后设置一个字体 颜色 这里就随便订一个灰色 我们为它设置一个阴影 这样的话是为了方便让我们的Datapeaker看起来像是悬浮在页面上的 方便我们与页面中的元素进行分隔 那么这个box shadow的样式也是之前大概调试过的 这里就不详细解释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那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一个宽度240个像素 同时看起来像一个浮在页面上的元素 那么我们的包裹元素的样式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为我们的header区域便写一个样式 这里我们采用集联的方式 集联选择器 首先我们在前面加上了rapper这个class 然后在后面集联head这个class 这样是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我们与外界发生冲突 也就是说我们Datapeaker的所有的样式 都会包含在rapper这个选择器下面 然后同样的为它编写一些样式 这些样式呢都是随便写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深究 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背景色我们也是设一个大概的接近白色的一个灰色 那么为了以body区域进行分隔 我们加一个宽像素的下边框 同样设置为灰色 然后我们将字体加粗 可以看到我们的head区域也就是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已经有了一个比body明显的分隔 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头部了 接下来我们给head区的元素设置一些样式 主要包括上一月下一月的按钮 以及当前月份显示的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给按钮一些样式 同样的我们将它们全部用几年的方式来编写选择器 那么这个按钮 首先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是大于号和小于号来模拟这个箭头 所以我们设置一些字体方面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箭头 宽高是自己设置的 颜色呢 颜色呢也是我们随意设置的 那这里其实是我挑选的一个偏绿色的颜色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改变这个颜色 为了让我们的按钮看起来有一个手型可点击的效果 我们给它加一个这样的caster point这样的属性 这样的话 鼠标指上去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手型的指针 那这是我们按钮的一个基本样式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按钮上面 刚刚看到的有两条下滑线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用的一个a元素 并且它有graph这样的属性 那有这个属性就会认为是一个链接 链接默认是有下滑线的样式了 这里我们统一去掉 可以看到我们的下滑线的样式是不存在了 那么接下来这两个按钮 它的位置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修改 这里我们分别为他们这两个按钮 边写样式 一个是previous 一个是next 那么previous我们设置它为左浮动 那么同样的next我们设置为右浮动 预览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这两个按钮终于可以分布到我们的两侧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head去的一个基本样式 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编写body去的样式 那么首先我们观察一下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将这个表格占据所有的宽度 那么我们通过调试工具来观察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body其实是占满了所有的宽度的 240个像素 但是table是没有占据所有的宽度的 因此我们这里首先需要给table一个样式 给它一个wise 百分之百 同时为了 后续 我们会将边框放出来 为了让它更美观 我们将边框设置成折叠 也就是说相邻单元格的两条边框 它会折叠成一条边框 那么可以看到它已经占满了整个屏幕宽度了 接下来我们分别为我们的表头和表格的正纹 也就是thead和tbody设置样式 首先我们为单元格设置样式 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 我们将它们都采用极连的方式来编写 这里有一个th 然后还有一个td 那分别就是我们的表头和正纹的单元格 那单元格我们设置一个高度30像素 然后将文本居中对齐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为表头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是th 设置一个特殊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设置它的字体小一些 高度大一些 同样的航高也设得大一些 可以预览一下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这个样式基本上已经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继续在它上面做一些美化 我们为表格设置一些样式 首先我们将它的边框放出来 这里设置了一个灰色的边框 将字体大小变小一些 设置成实像素 然后宽度设置成14% 可以预览一下 我们的效果已经是非常美观的了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我们的表格是出现了 但是当我们的鼠标指向表格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指针 要么是编辑的指针 要么是一个正常的指针 这个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我们期望 鼠标移到我们的单元格上的时候 是可以点击的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个 Case Point 然后可以看到 目前的结果跟我们期望的 已经完全一致了 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整个DataPeak的静态结构的编写 Dynamic 有关点 散开 转发 转发